大家好,又到了收市之後的EJMarkets的時間 我是旅園贏,今天除了我之外,又繼續請來 上個投資研究部高級分析員羅崇霍的 HELLO,導演,你好 你好,Janice,大家好 忍不住也要進來 昨天要誤地獄,一誤天堂,怎麼搞的 也是這樣,昨天跌了五百多 今天真是一星到底 第一,因為昨天意大利的股債也上升 我們也說歐羅也有個反彈 股市上升,債券價格也上升 不是,搞錯了,股票和債券價格就回落 股市上升,優元上升 其實投資者也很想有個反彈 今天借MFCI 但這些事已經事先追揚 人都知道今天會發生 對,但我們今早就是估計 跟同事估計 今天成交多少 我自己估計是1500至1600億 估計也估不到U盤 只是U盤的1000億 全日突破2000億 很厲害 對,我們來看看 分分鐘圖 臨尾不是零零射射的大大棍 就是臨尾的U盤 成交衝了上來 今天恆子升到底 218點之後的恆子 越升越有,臨尾才升到477 但是升幅突然間收市前幾分鐘 升幅收窄了 因為MFCI換碼部分股份要減次 其中當然影響比較大 就是零零騰訊 因為指數而動 那些被動式的指數基金要減次 終於都升411點收市 就是報30468 升盤1.4 成交2.038億多 獲企指數也是高開高走 高開109點之後 最多在未試的時候 升到230 終於收市升到2809 報應1,978 升臨1.8 今天大致的升跌比例 剛剛調轉了 昨天就七成股份下跌 今天就差不多七成股份上升 你一看到的就是 我們信證期後的股票追勢工具 EJFQ中的訊號 有很多不同的資訊 現在在看的就是其中一個欄目 叫大市指標 下面的一個分項叫升跌比例 紅色的代表跌 綠色的代表跌 今天三成一股份下跌 六成九股份上升 拉下一點會看到 恒指成份股的升跌比例 九成二股份上升 百分之八下跌 再拉下一點看到的就是 國企指數成份股的升跌比例 只有百分之四的國企成份股下跌 九成六股份都是上升 好 今天不如看看 騰訊雖然它要被減辭 根據MSI的成份改變之後 它仍然升四個二 收三百九十九二 升分之一 一點零六 因為跌跌了那麼多天 最後一些人看 都在估計 都在估計 建行升一號 公行升九仙 平保升五號 日明新聞升九個半 升分之一點零九 中移動的毫半 碧桂園升兩號 升分之一點三二 中石化升四號四 升分之六點零九 有邦升過六 升分之2.27 石藥升兩號 升分之0.82 好的 今天來講 真的升 今天真的升幅很全面 所以不斷說 因為不是太長 首先 內銀行股是普漲的 升幅最大 一線內銀行 就是農銀行升分之1.8 接著就是建行 信行 和交行都升分之1.3 升幅較大 接著本地銀行 國政銀行股也是普漲 其中以渣打升分之2 接著東亞升分之1.7 升幅較大 接著保險股也幾乎是普漲的 除了泰家保險 還是中國再保險股 逆市下跌之外 升幅較大 保險股就是中國太平 升分之4.3 接著就是 新華營秀 升分之2.4 內地券商股今天也保障 為真的 感覺上 覺得 那些券商會不會多了生意做 A股入柄之後 但其實看回今天 內地股市的成交 比昨天更少 似乎這些會不會是炒住小 不過內地券商股今天也升幅幾乎 有得升 又不是說很強 升幅最大的就是 中信證券升分之4.2 接著就是 海通證券升分之3.2 還有就是 今天內房股幾乎是普漲 內房股 大摩最新的報告 對於內房股的評價是這樣的 中國海外體31元 農林撐體23.8 環營置地33.6 融倉 中國體46.7 碧果原體19.2 投資評級除了農務地產 大市同步之外 其餘都是增持 接著就是 恆大33.3 世衛房地產23.7 中國金融看14.5 旭輝7.8 萬科32元 比較好手 投資評級 就是恆大和旭輝 看投資評級 是增持 其餘幾隻大市同步 遠陽集團 職目標價6.6 龍光地產12.9 雅居樂18.2 富力地產20元 合併體11.9 除了遠陽枝 在增持的評級之外 其餘都是與大市同步 好 今天的內房股 其實都是普漲 其實環行了很久 今天難得借著那個勢 以一線內房股之中 以龍活地產 升房分之3.5 以及恆大升房分之3.4 升幅最零例 二線內房股 以旭輝升5.5 接著就是龍光升房分之3 升幅較大 三線內房股 以街市業升幅分之4.7 和六成升幅分之3 升幅較大 四線內房股 以合生創始升幅分之3.6 和寶農地產升幅分之3.3 升幅較大 再五線內房股 以時代中國升幅分之8.5 以及金地商市升幅分之5.7 升幅較大 接著本地地產股 亦是普漲 以新世界發展升幅分之2 和泰股地產升幅分之3.2 升幅較大 以收集股為主要 這版本地產股 以加力建設升幅分之5.8 和信和事業升幅分之4 升幅較大 還有賭業股亦是普漲 澳博價值升幅分之8.5 真厲害 新豪升幅分之4.6 今屆升幅分之4.2 手機股難得是普漲 以日韋市升幅分之4.9 和富士康升幅分之3.5 升幅較大 半導體股東難得 今日普遍反彈 以華雲半導體升幅分之4.2 和上海復達升幅分之3.2 升幅較大 電商設備股東難得反彈 以普天通訊升幅分之5.5 升幅較大 科網股中 大部份都是反彈 以恆騰和柏能升幅分之3.3 還有金山元 升幅分之4 升幅較大 以日版方網股中 以由來互動升幅分之8.8 和網龍升幅分之4的升幅較大 電池股亦大幅反彈 天能動力升幅分之9.9 還有綜合企業股亦是普漲 以中信股份升幅分之3.9 上海事業和復星升幅分之3.2 升幅較理想 油價昨晚 七元冷藥旗游顯著反彈 一個四號八收68的二號一 美元一桶 其中以中石油升幅分之3.3 中石化升幅分之6.1 中石化貫德升幅分之3.4 中海石油化學升幅分之5.2 升幅較大 油電服務股亦是普漲 以巨途海洋石油升幅分之13.4 升幅最大 鋼鐵股亦是普漲 以馬鋼升幅分之5的升幅最大 電力股亦是普漲 以華能國際升幅分之4.3 升幅最大 煤炭股亦是普漲 以染汁煤升幅分之6.2 升幅最大 燃氣股昨天也很難得 在大跌市當中 燃氣股幾乎是普漲 今日升勢持續 以華人燃氣升幅分之4.6 升幅最大 水泥股亦是普漲 以西部水泥升幅分之8.1 海螺升幅分之5.6 升幅較大 風電股亦是普漲 其中是二隻大塘新能源 升幅分之5.8 以及新天綠色升幅分之5.4 升幅較大 還有核電股 核電股中 最新的 花期對於哈爾文動力 最新的投資評級是2.4 投資評級是比沽售 今天核電股普漲之際 真的蝦洞自己一隻 烈市下跌 0.7% 上海電氣升幅分之3.8% 藥業股 不用說 好市的時候 是升 不好市的時候 都是升 這款藥業股中 二月八雲三 升幅分之9.3 升幅較大 而這款藥業股中 以東陽光藥 升幅分之4.4 升幅較大 而這款藥業股 以華人醫療 升幅分之6.9 升幅較大 還有醫療保健股股中 亦是普漲 其中以平安好醫生 終於都有顯著 這個反彈 升幅分之5.7 和和美醫療 升幅分之4.7 鐵路基捐股也有普漲 中國總體升幅最大的 升幅分之3.1 還有航空股 除了國泰疫市下跌 以北京首都機場 升幅分之5.5 升幅較大 食品股中 在食品股前 也要談談藥業股 藥業股最新 尚人對於三星製藥的實力目標 頂27.6 一投資評級 5.1 中金對於石四 的投資評級 又推薦目標 8.9 升到9.8 還有 食品股中 就是康師傅 康師傅出了季度業績的理想 陸續有犬傷 都是看好它 今天再加入陣營的 就是摩根大通 將它的細目標 由18.5條高 到19.8 投資評級增持 康師傅 再升幅分之2.3 周黑鴨 今天升幅最大的 食品股 升幅分之5.5 這一班食品股中 以華人啤酒 升幅分之5 啤酒股 也未停過 軍工股 今天也是普漲 以中國航空科技工業 升幅分之4.6 升幅分之5.6 以華生活升幅分之6.9 和中海鴨 升幅分之5.9 升幅分之5.9 升幅較大 教育股繼續升市 又去 它升不升 也不多跌 教育股 今天以赤豐葉教育 升幅分之7.8 升幅最大 而車子品股中 今天是六幅 升幅分之7.7 和周大幅 升幅分之5.7 體育用品股也是普漲 以赤里寧 升幅分之5.8 升幅最零例 還有百貨零售股 今天以赤金英商貿 升幅分之6.5 升幅較大 以本地零售股為主 這版股份 而是利福勁的 升幅分之43.3 以及莎莎 升幅分之9.8 語業股 語業股 語業股最新 是大摩對於 萌牛最新的 食物標價 定在32元 投資源提供 是增持的 語業股中 好幾家血商 都覺得 萌牛股最差的時候 開始看好它 不過今天不是萌牛 萌牛和萌牛企業 升幅分之5.2 但是升幅最大的 是袁生泰 升幅分之8 內地股市 以為A股入魔 正式 但內地股市 今天上升指數上 的成交 比昨天更少 今天是1851億多 人民幣 雖然是一升到底 差3點 即場最高位收 收3095 升54 升幅分之1.78 深淨成分股指數 亦是一升到底 而全日最高位10295 升189點 升幅分之1.88 收市 A股創業板指數 令人失望 曾經跌過12點 但接著是回穩 結果差5點 全日最高位收 11743 升17點 升1.8 好 昨天跌完百多 現在升了四百多 指數也不要緊 今天MSCI換馬之前 你看到相關股份 就算是MSCI 香港小型股指數 原來是1.212 就是入了 現在是香港小型股指數 尼幅 臨尾兩分鐘 升成六成 今天很誇張 其實我們過往都見過 MSCI也好 富時指數換馬也好 對大市的成交 走勢 都有波動性 但其實也不能作準 我們過去幾次都見過這些換馬 並非大成交 就代表後市 就會好 都不是 尤其是內銀股 即是工行和建行 尤其是工行 在MSCI調整當中 要減低比重 你見到最近 它一直跌下去 工行走勢是特別差的 其實昨天在節目也說 今天來說 都是彈一點 你說內銀股彈 其實都是彈1.2% 相對的之前連續這麼多日下跌 其實都是 這個反彈微不足道 騰訊也是 是的 騰訊也是 今天都引到人 最後爆到上去401元 好像是想爆穿上面的平均線 如果你一撲進去 又未必得住 400元 撲上去401元 之後 最後都是收回400元 那些重磅股來說 都是暫時要看著的 不要太勇進 暫時來說 恆子來說 6月份 都是太多變數 是吧 變成市場來說 都很難說 五不窮 六會不會絕呢 現在5月來計 都是要跌的 但都是比想像中 5月份以為很差 都不算很差 只會跌少少 指數 那6月份怎樣呢 我覺得6月份 受的因素仍然很多 包括歐洲 意大利的政局 歐羅那些 都是比較困擾市場 加上內地 信貸違約的問題 隨時來說 都會有驚嚇 對市場 所以6月份來說 我暫時都不是看得太好 指數可能都在29700 即是200天線 上面看回31600左右 即是5月份的高位 其實都是有1900點的波幅度 暫時估計都是 可能6月份都是走區間 都不出奇的 其實現在你看回營光幕上面 我覺得難得今天升降 是暫時 其實昨天很危險的 算是補了昨天的下跌連口 其實今天叫及時 令它站穩 但你說是否從此 天亮了 不是 我覺得仍然打手勢波 沒錯 成家不能夠作準 你又要計算 你支撐著大使的股份 每一隻都 沒有哪一類型主打可以補償 大家知道我的投資取態 我很保守 很害怕死 我一定是不會趁低級納的 我一定是買那些強勢股 我強勢股真的正如 雖然我不懂得賭錢 但你去到賭場 你都見到 有些桌子有很多人擁 通常越擁的人越多人擁 我永遠是站在那邊 我不懂得玩 看一看 好 比自己開張新桌 慢慢等 你想想 現在的人在玩什麼呢 就是那些 無論國際形勢如何 本地經濟都沒有太大影響 股份 藥業股 藥業股 藥業教育和消費 世界背概念股 現在最厲害的 所以食品股其實是不錯的 還有物業本利 除非你真的慘到 異君特起 物業管理可以說 除非慘到你要睡街 如果不是這些 所以極有價 即是頭蹲下 這些 你都要有本利公司 是 現在這些股份是強的 但它支撐不到大市 因為它不是只要成份股 所以你想想 金融股 金融股繼續受到流動性 新管理辦法的影響 不是一時三日可以解決 還有就是剛才你說的 那個 債券違約的問題 債券違約的問題 很深遠的 這個影響 因為過去十幾年 我們習慣了 債券違約 內地不會 如果有些是 不是說 2 bit to fail 中型 中小型 可能阿爺不夠 那些內人借了錢出去 有時收不回 其實也有潛在風險 所以這件事 是現在息對於內人股 是好的 他們的息差可以 確闊回答 而且他們真的 過去兩年 是一直的資產局 在改善 是好事來的 我們本來預期 就是繼續 為壞帳減低 因為突然間 整個阿爺原諒 覺得不會再有剛性 對付這件事 沒錯 你的趨勢本來是在下 突然間 跟投資者的預期 不一樣 不是下 原來你有機會 上回一點 一定是阿爺 整頓理財產品 就是非常之 缺絕 目的就是減少 金融系統性風險 絕對是好事 其實內地現在的 國策 長語來說 全部都是正面 但短期震盪 對股份來說 就變得有影響 所以短期來說 他們很難領軍 他企穩橫行整 我覺得已經是很好的發展 內人股又不去 內房股又有另一個風險 如果你是我們的讀者 他們現在很多債券到期 要再融資 下半年特別厲害 再融資 現在是8% 今天都是彈少少 變了錢來炒 也是醫藥股和教育股 我想大家拿著這些 都很放心 即是主打的股份 手機股 本來過去兩年領軍 但手機股 你自己計算一下 他們還未去完庫存 那些手機股 我真的有膽買 我一直都在節目講 我只是買信譽 因為大家都解釋過幾次 就是因為科技的緣故 下一代的新手機 不是今天不是明天 但一路發展下去 你的手機都有 一個鏡頭變兩個鏡頭 兩個變三個 再下去發展 其實最多到八個都可以 所以即使我們每年 以前可能你每年換手機 現在可能三年換一次都好 但對於做鏡頭的信譽 不怕的 因為你換一部手機 你那部新機有很多 機有鏡頭 做手機鏡頭沒有問題 但你沒聽完之後 即是今天撲林去 始終都會升級的 即是你的手機用途 即是它是行的 但現在關注蘋果那些 會不會這麼快 對 會用完這些功能 不是明天的事 不是明天的事 所以你是要趁它 回落你的時候 去買入 不是現在 你不要跟著 又馬上飛撲進去 那大家問些什麼股票問題 所以說來講 就是沒有什麼 那些主打的股份 不是很肯去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反彈 我不會覺得 是一件很 即是覺得很 有什麼不振奮的事 今天是很興奮的 成交 但是要看清楚 看回過往 這些指數匯碼之後 其實都是回歸 基本步 看回基本因素 沒錯 所以就手勢幫助 在大使方面 好 回答一下各位網友問題 先有Hello Chilling Line 有周桂偉 Apolline 很細聲嗎 是嗎 現在還細不細聲 請問 現在是否OK 沒有聽過 非常OK 因為我的聲音 一向都響 好 有Nate Chan 有陳堅輝 有墨水 有白水泉 有老哈查 好 回答他們的問題 Nate Chan想問問 921海信科龍 很久以前都看過 海信科龍 就是做冷氣 海信本身都是做電視 都有的 其實都是家電的 你看到有一個政策出來 昨天就是說 現在進口的消費品 包括冷氣 冰箱 進口產品 都會下調關稅 那會不會多些外國產品 進來便宜了 對它有衝擊 那也會有一個競爭 其實都是倒逼國內品牌 做好質素 都是好事 那你見到今天都個別走 就不是說這個消息 對這些股份有很大影響 好像751可能是差一點的 這個創圍 但是海信科龍 昨天來講 見過成交都不錯 昨天大跌市之中 它能夠成交配合下 都站穩 果然今天都做好 那似乎走勢確是不錯的 海信科龍 但是去年盈利增長確實很厲害 就怕今年盈利增長 沒有去年那麼厲害 你表面上看 往職市盈率應該很便宜 幾倍PE 但是如果你看今年來 可能少少盈利增長放慢 都不出奇 所以來說 中性的看法 短期都可以拿著 九月一短期的勢力是OK的 我們現在可以看看 我們EGFU其中一個 FAPLUS 這個FAPLUS 就是有很多基本因素 其中一個基本因素 其實是轉差了 粉紅粉紫色 就是2019年每股盈利預測 藍色就是2018年每股盈利預測 是的 預測今年也是倒退 去年很厲害 我記得是非常厲害 你一直往下調整 基本因素轉差了股份 你要小心 兩級分析員不多 兩級分析員認為馬鈴增持 一個認為沽出 距離分析員平均目標價9.4 還有潛在上升空間6.9% 它現在就一點都不貴 不過技術走勢上來看 它就像是那些 見底橫行了一輪向上抽 我想你播放反彈 播放反彈 但今天都已經接近14日RSI 到60多 又不是特別便宜 不過如果你說 因為我現在在密謀 就是想買海信的電視 我發現真的很心動 我發覺真的 很多香港人 就是喜歡買內地牌子 內地人 好像我內地的親戚 全部都是買索尼 是嗎 買Sony 它不會買本土品牌 海信的性格比 真的完全不得輸 所以在想 如果你說進口關稅少了 那倒是可能 我這種港產水 太便宜了 好 道比認為是忠誠的看法 是忠誠 如果喜歡月供股票的朋友 其實都可以考慮一下 我都說 月供越低 是的 我就是不介意它 月供越低 因為月供 是Dollar Cost Averaging 其實現在 我看到一問三答 收到很多問題 都是問月供股票的 反而是升了很多股票 你來月供 就越儲越貴 那些會 反而等於你月供基金 如果你是長和系 我自己的看法 就覺得這麼好的管理層 還有現在來說 主要是受影響 都是因為英鎊跌 歐羅跌 就會影響長跌 那類的 但美金不會一直強下去 強這麼多年 所以基本面來說 長和系沒有問題 所以你給我 我反而會考慮月供 月供長和系 你長和 長江基建 尤其是長江基建的息率 接下來也有四里幾 現在也有四里 其實都開始有吸引力 和防守性 嘩 上次的低位是87元 反而我如果有貨 這次再跌穿87元 你自己玩短打 你真的好好的想想 是呀 不過問得似乎不是短打 你長和 他91個 波幅不是那麼大 看來他也不是問短打 都是問這些位置 如果長渣 行不行 91個六毫半 我也同意 其實優質股販 不過近期來說 真的受到影響 對 但你要不要一著讀贏 接著就是Josephine Chiu 還是很小聲 有沒有聽到有多厲害 我也很小聲 Syrie Wong Hello 你好 問問1212 你剛才發生什麼事 剛才解釋了 暫時是MACI小型股指數 不知為何臨美 尤其是市場 特別踢得厲害 留意公司 有沒有特別消息 暫時收不到什麼特別消息 Josephine Chiu 想問1530 現在能不能進入 當然厲害 這期三星也不錯 這是我的外股 對 最近你的外股是厲害的 今日的若名來說 都是MACI中國指數成分股 曾經跌的 臨美都升 三星也是厲害的 最近也有 弱的方面也有 他本身的利好消息 他根本不停地在創新高 對於這些股份來說 真的那句 你未有貨的話 我覺得你真的不要衝動 講很多次 銀銘的股份 升小的銘銘也好 不會是一個45度 65度 只升不跌 他怎樣都好 他今天升一陣 接著回一回 不回也好 他都會橫一會 你也等他那一陣才好買 現在他正在衝上去的時候 你走去就隨時 短期來說就被擒 不太制得過 而且這些也是 不過今天有大行都唱好下三星 都看成27.6 但你不要忘記 他是50倍PE的 對於這些這麼高的股份 就不要去跟他 你這樣說 大行就是信銀 看27.6.1 投資明卡是買入 沒錯 真的不要衝動 這些是股份 那些藥業股大部分不好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不好的就是P太高 然後就是 我很小聲 好我大聲一點 還有2119又不入行 又玩捷詠嗎 是呀 是呀 糟糕 亂言也有說到 喂 炒完捷詠就炒什麼 接下來是想什麼 想太興 一分鐘太興 炒幾天又 又轉第二隻 現在新股上得這麼密 每一隻都又說自己品牌 怎樣勁 概念怎樣勁 我也是那句 你第一日第二日玩好了 之後你看一下 之後應該要等他 最理想的就是在他那裡橫行 咬咬咬咬那段 就是等他收舊貨 不知道要橫行多久 應該搞到好像月文 收完之後 向上抽回來才想 不要現在這樣 我真的快閃兩天 行不行不行 玩另一隻 好 然後Max說今天 入了騰訊什麼位置走 你想短打騰訊 騰訊是正股還是什麼 還是冷靜 我都給他引到幾乎 四百元 我都追 那隻 Max兄 證股不要緊 不要說是短炒 騰訊短期哪一天 他想短打 短打 你看420人 他這麼窄 你現在怎麼閃 是啊 買鈴的話 可能他買鈴 但我覺得他現在千萬二百天市 都相當危險 最好不要跌出去 跌出去其實走在上面 非常危險 我不反對 你今天短打 你可能看410多元 也要收拾一點 希望410多元 420元 但是你訂了一個止捷 像李宗盛說的 短期內 你看看可能是5月16日 公佈季前的低位 你用390.06來做指揮 然後還是問一毫仔 Tapai Chen 還有昆相楓 好像第一天見你 歡迎 歡迎 想問問2186 陸業制約 哎呀又是藥業股 陸業制約 真的比較弱 這期真的比較弱 日比大行 抗淡 這段時間都是 藥業股來說 真的很個別 看看他捱過多久 其實市盈率來說 各樣都不算很貴 二十多倍左右 藥業股其實有很多 但你看看 我們剛才看了幾隻 強勢藥業股 他的盈利預測 是不停往上大 藥業這些橫紅 明明向上調 大家可以選擇之下 我就不假 當然你說他相對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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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 盈利預測的增長性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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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美国有很多经济数据公布 包括人力资源公司 Challenge Degree & Christmas 编制的 美国私人机构削减职位量 还有上周新的失业救济金人数 4月代售房屋销售指数 4月个人收支 5月资格採用经历指数 还有上周天气库存 公布季度业绩的大企业 包括有Costco 还有要介绍一些好东西给大家参加 就是我们信步和GFQ一起主办的 在下个月16日 两个星期左右之后 下周两点钟 就在北角的清澈大厦 演讲厅 2018年下半年投资指望讲座 大家这排十五十六很担心 不如面对面大家一起聊聊 说完除了有阿道伟之外 还有我们信步首席经济及察律师女之艺 还有我们两位著名的专栏作者 谭新强和徐家健 要求朋友快点上我们Facebook专页报名 继续节目时间差不多 回到明早开始前饭 可以再和大家一起EJMarkets 拜拜 拜拜